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华基金会10月17号召开记者会 接受多个机构和人士的慷慨捐助 以开展服务桥界的慈善活动 这次捐款将主要用于华住中心服务 捐助仪式上 加拿大新东方国际学院执行总裁黄荣峰 安省潮州会馆荣誉会长黄明亮 华住中心名誉顾问陆炳雄 乔领朱国斌等向多华基金会赠送了支票 多华基金会主席郑永林 华住中心理事会副主席吴宇清 华住中心理事会理事屈振宇代表接受 今天我们在这里是为华住中心筹谋 我们有三个季后将会在今天讲上 就给我们一些赚取 在我看来华住中心这件事是一个大好事 因为留学生跟他们的家长 还有到加拿大来旅行的旅行者 还有一些长者 他们对加拿大社会不太了解 而目前的项目基本上没有开会到这个群体 华住中心就解决了这个真空处 我觉得这是对于全球华人的一个非常好的事 对于加拿大新方国际学院而言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家长 还有很多相关的人群 都属于这个华住中心救助的范围内 我觉得这些大好事 所以加拿大新方国际学院的一不容辞 我们赞助了这个活动 华住中心全称海外华侨华人互住中心 多伦多华住中心是去年8月 由中国国务院侨办首批授权挂牌的 华住中心之一 也是全加拿大首家 多伦多华住中心由多华基金会支持 多华会承办 自成立以来秉承以侨住侨的宗旨 以服务与互住相结合 目标是打造成为华侨温暖的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